度假要穿颜色鲜艳的露背长裙 经典的度假穿搭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道读 新版的《倚天屠龙记》已经播出过半了 但是对于里面演员的演技问题 还是存有着争议的 像曾顺希就因出演张无忌男主这一角色 其演技问题就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而近日他发文回应了此事 可以看得出他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 谁小时候还没有个武侠梦呢 都天马行空地想着仗剑潇洒走江湖 许多的网友都是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的 而金庸老先生更是深受着武侠迷们的喜爱 他有许多经典的武侠小说作品 都刻画出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大侠 或者侠女的人物 他的多部作品更是在早前拍出了武侠经典影视剧 陪伴着大家度过那有着武侠梦的旧时光 但现如今我国有越来越多的经典电视剧都被翻拍了 而新版和之前的版本就难免会有比较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先生最经典的武侠作品之一 有情有意的张无忌 敢爱敢恨的赵明 可怜又可恨的周芷若等等 这些鲜明的人物都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而吴启华 蛇诗曼 离子这一版本的《倚天屠龙记》更是演绎得非常好 成为了大家心中经典的武侠剧 新版已经播出过半了 其热度还算不错 但豆瓣评分并不是很高 新版的张无忌 是有曾顺兮出演的 在知道她是男主时 就有不少网友表示并不看好 而播出以后 她的演技问题 也是一直遭到大家的质疑和吐槽 而对于自己的演技问题仪式 在3月27日的时候 曾顺兮在社交平台上发了长文 回应了演技争议此事 她很坦荡地承认了 自己在演技上有很多的不足 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和微表情 还有情感的饱和度上 都处理得不够好 还有关于她演戏瞪眼的问题 也称她眼睛是天生这么大的 表示自己也有努力去练习 眯着眼睛演戏 一篇长文回应下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 她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 她对待演戏也是十分用心的 她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 但她也一直在 努力进步的道路上 许多网友们看到 曾顺兮的回应以后 是能感受到 她对于演戏的认真的 曾顺兮她是真的 很爱张无忌这个角色 不愿意辜负角色 拍一天的时候 高烧坚持掉威亚 撑到拍摄结束 直接进一月 谁人少年时 能源年少的武侠梦 这是幸运 也是靠她的努力争取来的 世袭四个月 推掉了所有通告 她或许还不够好 但她的真诚与努力 我们都看在眼里 热爱也是进步的 最大动力 相信她也会让我们看到 越来越好的演技 并且很增顺兮合作过的伙伴们 对她的评价 也都是挺高的 认为她是一个 非常努力认真的一个演员 她现在还很年轻 她知道自己的不足 会去改正 知道演技没那么成熟 还需要魔力 她能把张无忌这个角色 塑造成这样 也已经不错了 大家可以提出建议 不过也要多鼓励年轻人发展 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各有各的喜欢 也许很多人 都觉得老板 是无法超越的经典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新版也有她好的地方 也有很多网友 觉得新版还是不错的 也很喜欢看认为老板 新版都有特色 我们可以看到 她在通往 演员道路上的努力与进步 希望在未来演员路上 她能越来越好 不知道大家 对于曾顺兮出演的张无忌 都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小编非常欢迎大家 在下方留言区讨论我 作者 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